好 接着往下来 我们来看办理支付结算的基本要求 我们说第一部分的重点在这 这是一个典型的三星级考题 考题非常多 而且这个点 它经常结合后面具体的票据规定来进行典型 不定向选择题当中 也经常会设计 把它拿下 好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内容 填写规范 填写规范当中涉及的第一个内容 是关于收款人名称的填写规范 单位和银行的名称 应当记载全称或者规范化简称 全称不用我解释了 对吧 而简称 注意一下啊 光写简称是不对的 必须说清楚 是规范化简称 什么叫简称啊 铁岭锅炉厂叫铁锅 是吧 上海吊车厂您叫上吊 这个都叫简称 但是这些不叫规范化简称 什么叫规范化简称 所谓的规范化简称 就是我们通常情况下都会这么去说 我们会以这个简称来指代这个单位 比如说中国银行业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这个名字很长 对吧 那我们通常简称为中国银保监会 那我们一说中国银保监会 大家都知道指的是这个公司 这就叫规范化简称 写全称没问题 写规范化简称也没问题 但是直写简称是绝对有问题的 考试这个点陷阱就设在规范化 这三个词 好 接下来第二个是关于出票日期 首先出票日期必须使用中文大写 什么叫必须 没有任何例外情况 票据的出票日期必须使用中文大写 如果票据的出票日期使用小写的 对不起银行不予受理 因为小写太容易被更改了 有同学说那你写大写就不容易被更改了吗 我们说大写也有可能被更改 所以使用大写是第一个要求 第二个要求就是大写它有规范的写法 所谓规范写法指的是在填写月日时 月为一二和一时的 日为一至九和一时二时三时的 我们要在前面加零 而日为十一至十九的 我们要在前面加一 乱不乱 我们的考试经常会出现考题 说2021年4月15号怎么写 2021年3月25号怎么写 2021年1月10号怎么写 就考题当中随便挑出一个日期 它就可以给你出一道题 在不定向选择题里边也经常会这么出 告诉你假公司给已公司签发了一张票据 这张票据的出票日期是某年某月某日 然后第一问就问你这个日期应该怎么写 所以这个必须得回 但是呢这个东西它并不需要考生死心应备 为什么呀 因为日期的写法 它要满足两个条件 首先第一个条件 叫汉语语言的规律 什么叫汉语语言规律 就是中国人说话的习惯 是吧 中国人说话跟外国人说话习惯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吧 那外国人说话习惯于把姓氏放后边 中国人说话叫名字习惯于把姓氏放前面 它不一样的 对吧 第二一个 不管你怎么写 必须满足一个条件 就是不能让人家随便给你修改 我们叫防止图改 只要这两个条件都满足 这个东西它就是对的 来咱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啊 我们在这列了两个日期 第一个叫1月15号 第二个叫10月20号 咱们先说第一个日期 1月15号如果用大写数字来写 应该写成1月 1月写1月吗 那你就写1月 我能不能改前面给你加一字 11月可不可以 那为了不让你加11月 那我就写成01月 你还能加吗 加不了了吧 那如果我就写15日呢 就写15日 我前面能不能给你改成25日 可以改吧 那为了不让你改 我在前面加个一字 写成15日 这不就是防止图改的要求吗 没什么新鲜的吧 好 接着往下来 10月20日 咱们先说10月 如果10月 我就写成10月 那我能不能把它改成11月 12月 我在后边加字 可不可以 可以的呀 那为了防止你去修改 那我就应该给他加个0 写成10月 同学们 中国人有这么说话的吗 没有吧 我们中国人说话 习惯于把0放前面 所以把它调个个 写成01月 20日也是一个道理 如果我就写20日 别人就可以给我改成21日 22日 23日 都是可以的 那为了不让别人改 我应该写成20日 但是20日 中国人不这么说话 中国人把0放前面 所以我们应该写成020日 对吧 所以1月15日 我们应该写成01月15日 而10月20号 我们应该写成01月020日 这不就是两个条件吗 第一 第一叫什么 汉语语言的规律 到底0写哪 没有写后边的 都是写前的 对吧 第二一个 防止凸改 你不用去背那些具体的东西 因为考试 它不会让你默写法条 它会给你一个具体的日期 让你判定 你在判定选项的时候 你就看 这个日期 会不会被人修改 如果这么写完了 能够被改掉 那对不起 这个写法肯定是错误 这不就是两个条件吗 对吧 好 当这两个条件 你理解了之后 跟我思考一个问题 同学们 三月的前面 应不应该加零 我相信呢 在电脑前 或者手机前 的同学们 听到这块的时候 一定会有两种 观点出现 第一种观点 三月前面 不应该加零 为什么三月前面 不应该加零呢 原因很简单啊 因为我不加零 你也给我改不成十三月呀 你能给我写成一十三月吗 不行吧 所以既然改不成一十三月 我没有必要加零 写成零三月呀 对吧 那么第二种观点 有同学说得加零 为什么呀 因为我看我们单位出票 那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前面都有零 那零一月零二月 零三零四零五 都有零 那工作当中就有零啊 那是不是应该加呀 那我们说应不应该加零呢 我们说不应该加零 原因是什么 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一个规律 它不可能被涂改 所以就没有必要去加 那我们的日常工作当中 为什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前面都加零呢 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那我们用这种支票打印机 或者是什么东西去打印这个票据的时候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前面全加零 它在程序编写上比较简单 是吧 它只要一个命令就可以了 那如果一二前面加零 三四五六七八九不加零 那这就得两种情况 它就得编两条程序 而三月前面加零 最多叫大写不规范 大写不规范 我们在票据法当中规定 叫做银行应与受理 但是由此导致的法律责任 由出票人进行承担 可是三月前面加零 这个不会产生什么额外的法律责任 正因为如此 所以在工作当中 我们为了简化流程 就都加了 可是我们的考试 它不是考实物 它考的是票据法的基础规定 而法律的规定 什么时候该加 什么时候不该加 你得按法律的规定来 所以记住 考试的时候遇到三月 前边不加零 好 接下来第三个 叫关于金额 票据和结算凭证上的金额 要以中文大写和阿拉伯数码 同时记载 而且我们要求两者 必须是一致的 好 同学们 思考一个问题 如果大小写金额不一致 以谁为准啊 谁还以大写为准呢 两者不一致的票据 无效 两者不一致的结算凭证 银行 不予受理 记住了啊 以谁都不为准 好 接着往下来 签章要求 票据上的签章 一般情况下 票据和结算凭证上的签章 为签名盖章 或者签名加盖章 换句话说 签名也行 盖章也行 又签名又盖章也可以 那么具体规定当中 单位和银行 它在票据上的签章 应该是该单位和银行的盖章 加上其法定代表人 或者授权代理人的签名 或者盖章 如果是个人 应该是个人本人的签名 或者盖章 这一堆东西放在这 你需要死定备吗 我们说并不需要 大家想一想 我们为什么要求 你在票据上盖章 这个章意味着什么 这个章意味着是什么 这个章意味着是一种责任 对吗 就是你盖的章 你得对这章负责任 对吧 所以这个章 它起到了一个证明的作用 就是用来证明 到底是谁出的票 到底是谁背的书 到底是谁成的对 到底是谁保的证 对吧 那咱们琢磨琢磨吧 如果你是单位或者银行 单位或者银行 我们将之称之为法人 对吧 那他的证明 他就得首先证明法人身份 对吗 证明法人身份 那就要有该单位或者银行的盖章 这个章可能是公章 也可能是财务专用章 那如果是银行 也可能是汇票专用章 对吧 像财务专用章 汇票专用章 这是一般情况 那盖公章 跟盖这两种章 是具有同等效率 可是大家想一想 他除了证明法人身份以外 法人自己会盖章吗 法人不会盖章 对吗 得有一个自然人来代表法人行事直权吗 那到底这个章是谁盖的 你还要证明一个个人身份吗 所以还要加上法定代表人 或者授权代理人的签名或者盖章 那到底是法定代表人 还是授权代理人呢 这个东西你得看 你到底预留银行的签章 是哪个章 如果你预留银行签章 是法定代表人的签章 那就得是法定代表人 如果你预留银行的签章 是财务经理的章 这就叫授权代理人 那就是授权代理人 对吧 所以单位和银行 他得盖两个章 一个单位章 一个个人章 那如果是个人呢 个人是不是就只要证明 自然人身份就可以了 所以就是本人的签名 或者改成 好 接着来 就是更改的要求 票据上有三项内容 不得更改 金额日期和收款人名称 重点 重点 考试的时候 这个点 他可以自己考 说金额日期收款人名称 不得更改 更改的票据无效 更改的结算凭证 银行不与受理 除此之外 他还可以结合前面的内容考 结合什么 票据的出票日期 没有使用中文大写 无效 大小写金额不一致 无效 除此之外 他还可以结合后面的内容写 比如说 票据欠缺 绝对记载事项 会导致票据无效 他会问你下列票据当中 到底哪个是无效的 就自己也能考 结合前面也能考 结合后面也能考 所以这个内容 非常最重要 那么为什么 这三个内容不能更改 更改的票据无效 更改的结算凭证 银行不予收理呢 金额 我想这个东西 不用我多说 对吧 金额 是所有的支付结算的工具当中 最重要的记载事项 这东西当然不能改了 是吧 你票据上明明写的是一万 最后给你改成一个八万 七万 是吧 那不麻烦了吗 是不是 你到底是几万 这个责任太大了 所以金额本身不能改 第二个日期不能改 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 因为日期 它的法律责任很大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后边会学 支票的提示付款期限 是自出票之日起十天 什么意思 就是当别人给你签发了一张支票 你拿这张支票 到底哪天到银行要钱 银行就给你钱 哪天你再拿这张票 到银行去要钱 银行就不给你钱了 从哪开始算 是从这张票上记载的 出票日期开始计算 时间是时间 那你想想 这个东西如果随便乱改 是不是影响到持票人 行权的最终实现 它会影响到行权的最终实现 所以当然不能更改 第三个不能改的是 收款人名称 收款人名称 不能更改 它是为了保证票据的安全 什么叫保证安全 举个例子 比如说老侯签发了一张票据 给老高 收款人名称记的是谁 收款人名称记的是老高 对吧 那么老高呢 把这张票据给弄丢了 被谁捡到了呢 被老赵这个家伙捡到了 老赵买的大鼻鼻炮都出来了 老赵说了 我这都好长时间没捡钱包了 今天居然捡了一张票 太好了 我到银行去兑现 老赵拿这张票去到银行一兑现 这张票上的收款人称的是谁 这张票的收款人称的是老高 所以这个钱就转到老高的账户里边去了 老赵都懵了 什么情况啊 这钱怎么没有进我的账户 然后第二天呢 老赵又捡了一张票 老赵这回学聪明了 说上次我没改收款人 这回我把收款人改了 于是他把收款人的老高划了 改成自己的名 老赵 结果呢 到银行去兑现这张票据的时候 银行收礼吗 不予收礼 你看 是不是为了保证票据的安全 所以三项内容不能更改 注意啊 金额日期收款人称 我们的考试大纲上写的是 出票金额 出票日期和收款人称 而票据法的规定是 金额日期和收款人称 注意啊 有的票据只有一个金额 有的票据上面好几个金额 后面我们会讲到 比如说 银行汇票上 他就有好几个金额 哪个金额能改啊 哪个金额都不能改 日期也是一样的道理 不仅出票日期不能改 其他的日期都不能改 好 那么对票据和结算凭证上的 其他事项 原记载人可以更改 而更改时应当有原记载人 在更改处签章证明 这个跟我们前面原始凭证 就第二章讲的原始凭证的更改 是一样的 是吧 谁能改 原记载人更改 怎么证明 签章 好 接着往下来 第四个 我们叫区分伪造和变造 有些人说伪造变造 这个在我们第二章 讲会计法的时候也学过呀 伪造不就无中生有吗 变造不就是在原有基础上改 叫篡改事实吗 我们说是的 但是票据对于伪造的界定 跟我们在前面讲的原始凭证的伪造 它是有区别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区别点在哪 所谓票据的伪造 是指无权献人 假冒他人 或以虚构人名义 签章的行为 什么意思 很简单 大家想一想 票据的伪造 是伪造这张票据本身吗 我们说不是 票据不需要伪造 这个东西到银行 你花两块钱你就能买着 你为什么要去伪造他呢 对吧 所以我们所谓的伪造 不是无中生有自己去画一张票 我们这里边所谓的伪造 伪造的是对这张票据所享有的权利 伪造的是对这张票据所享有的权利 票据它是一个文艺证券 这是票据的特征 所谓文艺证券 指的是你说对这张票据 享有权利也好 承担义务也好 我们都必须要 以票据上的文艺记载来决定 而不能够以文艺记载以外的 其他事项来去主张票据权利 换句话说就是 你说你对这张票据享有权利 我们看的是这张票据上的账 因此伪造 就是对千章下手 那变造呢 这个就简单了 指的是无权更改票据内容的人 对票据上千章以外的 记载事项 加以改变的行为 创改事实 是吧 改金额改收款人名称 就属于这一位 那么提示大家 注意一下 你光能够区分伪造和变造 是不够的 你还要知道伪造 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 伪造人他承不承担票据责任 我们说不承担 注意啊 伪造人 是不承担票据责任的 为什么 为什么 我们前面刚讲完 票据是什么证券 文艺证券 对吗 你说对这张票据 享有权利承担责任 我们是一票据上的签章 来决定的 而伪造指的是什么 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叫假冒他人签章 第二种情况 是以虚构的他人的名义来签章 要么就是假冒别人签的章 要么就是以一个虚构的身份签的章 伪造人自己的章 签在票据上了吗 没有 正因为伪造人 他没有在票据上盖自己的章 所以他是不承担票据责任 但是伪造签章 是犯罪行为 那既然是犯罪行为 没什么说的 我们要追究什么责任 刑事责任 除此之外 还要附带民事赔偿责任 所以记住了 到底承担什么责任 是票据责任 还是刑事责任 还是民事责任 你也得记住 好了 同学们 讲到这儿 有关于票据的记载规定 它的填写要求 我们给大家介绍完了 所以在这儿呢 我给大家列了一张票据 咱们一起通过填写这张票据 再来回顾一下 我们前面讲的这些具体的记载要求 这张票据呢 它的出票日期 是2021年的3月20号 考试的时候就是这么考 说3月20号 2021年 你去看四个选项 都是2021年 然后3月 有的写的是3月 有的写的是03月 那到底是3月还是03月 加不加0 注意 这个位置 一定不加0 好 接下来20日 到底写20还是020 还是20 写什么 要记住 20可能会被改成21 22 所以为了防止途改 那我们就得加0 写成20 但是20 不符合中国人手画的习惯 我们要把0放前面 因此要写成0 20 这就是日期的写法 好 那么接下来是收款人名称 收款人名称 谁来收款呢 是北京保卫萝卜 有限得用公司 保卫包子公司 向保卫萝卜公司 去购买萝卜来支付款项 包子价是吧 好 收款人名称 我们要写的是全称 或者规范化简称 写全称也行 写规范化简称也行 但是你写简称行吗 比如说收款人 你写俩字保罗可以吗 你还保罗 你咋不左罗呢 是吧 所以记住 收款人怎么写 好那么再往下就是金额 金额以大写和小写同时记载 两者必须一致 如果大小写金额不一致 以谁为准啊 刚才被骗的 现在反应过来了吧 所以掉一次坑 你就涨记性了 以谁都不为准 大小写金额不一致的票据无效 大小写不一致的结算凭证 银行不予收利 那么接下来呢 在票据上要填写用途 比如说写的是买萝卜 接下来就是盖章了 盖章签章 它是明确责任起到一个证明作用的 这个是北京保卫包的公司签发的票据 所以首先得证明法人身份 因此要盖 法人的章 这个章可以是公章 也可以是财务专用章 其次法人自己不会盖章 我们还要有个人的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理人的签章 是吧 这里边赵二秃子老赵的盖章 那到底盖什么账 银行预留的是什么 你就盖什么账 好 在这里边 有三项内容不能更改 哪三项内容啊 金额日期收款人名称 对吧 金额日期收款人名称 这三项不能改 其他内容可以改 比如说用途 哎呀我写错了 不是买萝卜 是买胡萝卜 那怎么改 由原记载人来更改 怎么证明是原记载人改的 签章 证明 就这么讲 好 接下来我们看题 这是一道判断题 说支票 汇票 本票的出票日期 应当使用阿拉伯数码记载 出票日期应当使用什么记载 中文大写 必须使用中文大写 所以这个说法显然是错误 好 接下来 再看一道单选题 说张某于2021年1月20日签发一张支票 该支票的出票日期填写方式应当是什么 大家可以看到2021年在年份上 它是不做任何设置的 是吧 都是2021 那么接下来1月 如果就写1月 那么会被改成11月 所以为了防止图改 我们应该写成1月还是01月 应该写成01月 所以我们发现 B选项和D选项写的都是01月 那AC就错了 好 接着往下来 20日 如果光这么写 那么就会被人改成21日22日 为了防止图改 应该写成20日 中国人不这么说 中国人习惯把0放前面 所以应该写成020日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D选项 好 下一题 单选题 2021年8月18日 假公司向乙公司签发了一张 金额为10万元 用途为服务费的转账支票 发现填写油 该支票记载的下列事项中 可以更改的是谁 哪些能改 我们没讲 但是哪些不能改 我们讲了 三项内容不能更改 金额 预期 收款人名称 这仨是不能改的 用途是可以改的 是吧 所以问的是可以更改的 那你就选他就行了 正确答案就是A了 是吧 好 再看一道多选 说根据支付结算法律制度的规定 下列关于办理支付结算 基本要求的表述当中 正确的有谁 A说票据上的签章 为签名盖章 或者签名价改章 这是一般规定 起到一个证明责任的作用 对吧 正确 B说 结算凭证的金额 以中文大写和阿拉伯数码 同时记载 两者必须一致 大小写不一致 银行不予受益 正确 C说 票据上的出票金额 收款人名称 不得更改 金额日期收款人名称 不能更改 正确 D说 办理支付结算时 单位和银行的名称 应当记载 全称 或者简称 这就是我们的考题考考 全称没问题 简称可以吗 必须记载全称 或者规范化简称 所以显然 这个说法是错的 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应该是ABC 再看一道多选 说 根据支付结算 法律制度的规定 下列个项中 属于变造票据的行为 有什么 这道题是要求大家 区别伪造和变造 伪造是指无权限人 假冒他人 或以虚构人名义 签章的行为 而变造 是指无权更改票据内容的人 对签章以外的事项 加以改变的行为 所以对章下手 就是伪造 对章以外的事项下手 就叫变造 A 原记载人 更改付款人名称 并在更改处签章证明 金额日期收款人名称 不能改 付款人名称 可以改 谁改 原记载人更改 怎么证明 签章证明 这个是属于 正确的更改方式 所以这个呢 不属于辩子 但是同时讲到这个点 我们还是跟大家说一下 虽然说 像类似的这些内容 是可以改的 但是票据上 你最好不要土著白白 如果确实需要改 你干脆给人家重新开一张 这张原来的票据 收回作废 是吧 B选项叫 剪接票据 非法改变票据的记载事项 这个是对千章以外的事项 加以的改变 这是变造 图改出票金额 千章以外的事项 变造 D选项说 假冒他人在票据上背书 千章 对章下手 这个属于 伪造行为 所以显然 不能选 正确答案 B不C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一道判断题 这道题说 票据伪造和票据变造是欺诈行为 构成犯罪的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没有问题 无论是伪造还是变造 构成犯罪都要追究刑事责任 这是正确的 好了 同学们 讲到这儿呢 有关于支付结算的概述 给大家介绍完了 初学票据法 我们并没有简简单单的 只就支付结算概述部分本身的内容 加以介绍 在给大家解释的时候呢 顺带提了一些票据的基本原理 对于初学的同学呢 可能感觉到有一些晦涩 但是呢 耐心去理解它 体会它 这个对你未来学习票据是有帮助的 在前面我们先认知一下 后边咱们再详细介绍 那在支付结算概述部分呢 我们主要介绍了两个内容 其中第一个 概述介绍了支付结算的概念 分类和基本原则 其中概念 记住了 它是一个转账结算 不包括使用现金 是吧 而分类这一块 三票一卡和结算方式 三票 汇票 本票 支票 而汇票根据出票人不同 又分为银行汇票和商业汇票 商业汇票根据成对人不同 又分为银行成对汇票和商业成对汇票 在这儿 先把银行汇票和银行成对汇票分清楚 后边再详就方便了 而支付结算的基本原则 我们给大家总结的记忆口诀 叫款谁垫 款 恪守信用 履约付款 谁 谁的钱进谁的账 由谁支配 垫 银行不垫款原则 记住这三条 剩下的说啥都不对 支付结算具体的办理要求 是这一部分的重点 填写要求当中 名称要写全称或者规范化简称 日期的填写 出票日期应当使用中文大写 必须使用小写银行不受理的 然后大写要填写规范 规范的标准从两个角度判定 第一个符合汉语语言的规律 第二个防止突改的要求 而大小写金额要求必须一致 不一致银行不予受理 签章 可以是签名可以是盖章 也可以是签名加盖章 其中单位和银行盖的是单位和银行的签章 加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章 个人是本人的签名和盖章 更改这一块 有三项内容不能改 哪三项 哪三项 金额 还有谁 日期 还有谁 收款人名称 注意啊 陷阱经常设在这个为主 到底是收款人还不款人 再往下区别伪造和变造 伪造是对什么下手 是对张下手 而变造 是对张 以外的事项下手 责任的承担 伪造人承担票据责任吗 不承担 但是伪造变造是欺诈行为 应当承担什么责任 刑事责任 是吧 附带的有民事责任 以上就是有关于支付结算概述的全部内容 感谢观看